而habresponsive criticism 发言会 现在继续开会 进行短设论4项第15案 《援助民主教育法 》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會議均由趙警委員高金宿媒擔任主席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巡查後進行逐條討論完成本案審查 本案審查完均病案提請約會公爵 約會討論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由高金趙警委員宿媒補充說明 宣度而必 請召集委員高金委員宿媒補充說明 吳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須交由黨團協商 另外行政院含勤審議 援助民主教育法修正草案 經第七會期第十四次會議決定 進入二讀與相關提案病案協商 法院會上開二案 現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法案名稱 依病案審查委員高金宿媒等各委員分別 擬據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 即行政院含勤審議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 協商時間108年5月14日 協商地點立法院群協樓801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高金趙警委員宿媒 協商結論 文財科建民管碧林蔡培會李立芬 中嘉賓張啟成 鄭運鵬吳智陽 陳一鳴李鴻軍 高露宜用巴吉拉 宣讀完畢 請問願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 五一本案主條討論時 禁一協商結論處理 原住民族教育法 請宣讀第一章 第一章總則宣讀完畢 第一章照協商聰明通過 第一條 第一條根據憲法徵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利 培育原住民族所需人才 以令原住民族發展特制定本法 宣讀完畢 第一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二條 第二條 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嚴 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 及促進族群共融為目的 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自主尊重之原則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 並優先考量原住民族歷史爭議 及轉型爭議之需求 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 原住民各人及原住民族集體之 教育權利應予以保障 各級政府應採積極輔助之措施 確保原住民接受各級各類教育之機會均等 並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 宣讀完畢 第二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三條 本法所稱教育主管機關在中央委教育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在中央委原住民族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原住民族之一般教育 由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 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並會同教育主管機關為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指定原住民族一般教育專責單位 直轄市縣市教育主管機關 應指定原住民族一般教育專責單位或專人 前向指定專責單位或專人之條件 與本法實行細則定之 宣讀完畢 第三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四條 第四條本法用此定義容下 以原住民族教育指原住民族之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之統稱 二民族教育指一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民族知識教育 三一般教育指千塊民族教育外 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一般性質教育 四原住民族學校指與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主 一概民族教育哲學與目標實施教育之學校 五原住民重點學校指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率之高級中的影像學校 六原住民教育班指為原住民學生教育需要於一般學校中開設之班級 其原住民族教育實施指於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 擔任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學之施之 八部落社區教育指提供原住民族終身學習課程 促進原住民族文化之創新培育部落與社區發展人才及現代化公民所實施之教育 前向第五款之一定人數或比率 與本法實行細則定之 宣題完畢 第四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五條 第五條 為發展及後製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因會商教育科技文化等主管機關 經過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期計畫 並積極獎勵原住民族學術及各原住民族知識研究 前向中長城計畫至少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公告之 宣讀外畢 第五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六條 第六條 各級政府應鼓勵各級各類學校以原住民族語言 及適應原住民學生文化之教學方法提供其教育需求 學校應運用行政活動及校園空間 推動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 宣讀外畢 第六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七條 第七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因共同張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會 進行下列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規劃之諮詢 一 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二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城計畫 三 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四 原住民族教育相關事務跨部會協商 五 其他有關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前向政策會委員組成 舉原住民身份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並應兼顧族群比率 並應兼顧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與中央民族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為協調溝通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得與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定期辦理協調匯報 宣讀完畢 第七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八條 第八條 直轄市及所轄區域內 有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重點學校之縣市 地方政府應召開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 進行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項之審議 前向審議會委員組成 舉原住民身份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並應兼顧族群比率 任意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宣讀完畢 第八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九條 第九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訂定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地方政府應依前向計畫 參著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訂定教育方案 並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被查 宣讀完畢 第九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十條 第十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 宽列原住民壯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原額編制 五名教育階段至原住民壯點學校 與正德涉及於該學區年滿二十歲 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 使得合併或頂辦學校 宣讀完畢 第十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 第十一條 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專款辦理原住民族教育 其比率合計不得少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預算總額1.9% 並依其需求逐年成長 前項預算之支援範圍應與專屬原住民一般教育 民族教育及其相關積極輔助事項之經費違憲 原住民族教育經費之支援範圍編列方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奔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各級政府應鼓勵國內外組織團體及個人捐資新駐原住民族教育 宣讀完畢 第十一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各級政府以本法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高級中等下學校 有關民族教育制規劃及實施 應諮詢當地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 宣讀完畢 第十二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二章 第二章就選 宣讀完畢 第二章 照協商占名通過第十三條 地方政府應於原住民族地區普設公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上區或部落互助教寶服務中心 提供原住民幼兒教寶服務之機會 地方政府應定期辦理非原住民族地區 原住民族幼兒教育資源及需求之調查 並提供適當之教寶服務 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或社區部落互助教寶服務中心 需用國有土地或建築物者 得有國有財產管理機關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 其租金基準按該土地與建築物 當其依法應繳納置地價稅及房屋稅集收年租金 宣讀完畢 第十三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原住民幼兒申請就讀公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 社區或部落互助教寶服務中心時有優先權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就讀公司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 社區或部落互助教寶服務中心之原住民幼兒 是實際需要補助其就學費用 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為保障原住民幼兒學習其足域歷史與文化機會 及發揮部落照顧精神 地方政府應輔導或補助部落法人團體辦理社區互助士 或部落互助士幼兒教寶服務 地方政府辦理前行輔導或補助事項 應鼓勵與足語實施教寶服務 中央原住民主主管機關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得事實際需要分別予以補助 直下市縣市設政主管機關 應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未滿二歲 原住民幼兒子託育服務 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得事實際需要予以協助 宣讀完畢 第十四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各級政府得事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族學校或原住民交易班 以立原住民學生就學並維護其文化 前向原住民族學校設立事項令以法律定制 宣讀完畢 第十五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高級中等下學校得辦理原住民學生住宿 其生活輔導人員管理之 由生活輔導人員管理之 其住宿及伙食費用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便利預算權額補助 宣讀完畢 第十六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高級中等下學校應主動發掘原住民學生特殊潛能 並依其性向專長輔導其試性發展 前向所需輔導經費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分別編列預算著與補助 宣讀完畢 第十七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高級中等下學校與原住民學生就讀時 應對其實施民族教育前向學校實施民族教育所需經費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 宣讀完畢 第十八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地方政務應設立任務編組性指之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之研方及推廣 並協助其主管之學校 發展符合當地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 及其他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前向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所需經費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分別編列預算著與補助 宣讀完畢 第十九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族教育 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一項學校 或由學校提出申請 轉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式規定 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大川校院高級中等學校 會推動前向教育資學校 得經教育主管機關許可後實施一貫止學制 宣讀完畢 第二十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族教育 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一項學校 或由學校提出申請辦理部分班級實驗教育 前向部分班級實驗教育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第二十一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原住民族教育以政府辦理為原則 必要時並等委託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組織或非營利之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以保障原住民學生學習權 前向委託只用公立高級中等一項學校 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式規定 宣讀完畢 第二十二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因保障原住民學生入學及就學機會 必要時德彩額外保障辦理 公費留學並應提供名額 保障培育原住民之人才 其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前向原住民公費留學保障名額之學門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因會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第二十三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因鼓勵到專校院設立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成或專班 並得編列預算足以補助 前向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或學成或專班之設立標準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因每年辦理原住民學生高等教育人才需求領域調查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一調查 校園環境 大專校院之原住民學生答一定人數或比率者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因鼓勵是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並指定專責人員以輔導其生活及學業 其人數或比率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第26條 第26條 原住民學生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者 應補助其入學金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者應減免其學雜費 其補助減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 應提供原住民學生教育獎助 並採取適當優惠措施以輔導其就學 各大專校院應就其學雜費收入 所提拨之學生就學獎助經費 優先協助清函原住民學生 宣讀完畢 第26條 造協商條文通過第三章 第三章課產宣讀完畢 第三章造協商專民通過第27條 第27條 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 英才多元文化觀點 並納入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 以增進族群兼知了解及尊重 中央原住民族主本機關應會同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依各民族之族群及文化特性 訂定民族教育課程內容 宣讀完畢 第27條 造協商條文通過第28條 第28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設原住民族語言課程 因11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辦理 其實施方式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因應原住民學生 修習原住民族語言課程需要 應鼓勵教師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學 宣讀完畢 第28條 造協商條文通過第29條 第29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選編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 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之學生 應提供學習原住民族語言 歷史科學及文化之機會 並得以學校地區特性與資源 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 宣讀完畢 第29條 造協商條文通過第30條 第30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選編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 應尊重各原住民族文化特性與價值體系 並辦理相關課程之教學及學習活動 原住民族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其課程發展委員會之設置 及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選編 應聘行當地原住民族或部落 具原住民身份之代表參與 前二項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選編 依地方馴養 由直辣市縣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審議之 宣讀完畢 第30條 造學商條文通過第4章 第4章 失資宣讀完畢 第4章 造學商扎名通過第31條 第31條 為保障原住民族教育失資真來源 中央教育主管經關醫學條各失資培育至大學 保留一定名額與原住民學生 並得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之原住民族教育 及足以失資需求提供原住民公費生名額或設失資培育專門 前向原住民公費生取得教師證書後 應由中央教育主管經關或地方政府分發之學校服務 其足以專長應與分發任教學校之需求相符 原住民學生參與失資培育至大學公費生公開招生或校內徵選時 應取的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 應取的中高級以上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宣讀完畢 第31條 造學商條文通過第32條 第32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民族教育教師培育及資格之取得 以失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規制規定辦理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的協調失資培育至大學 辦理失資職前教育課程 提供於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 實際從事足以教學工作滿四學期 且現職之足以老師足以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代理教師進修機會 前向人員休畢失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及格者 由失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休畢失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其具有大學畢業選例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但最近三年內 由於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任足以老師 足以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代理教師 累計滿四學期以上表現優良教學演示及格者 得免教育實習 依前向取得教師證書 並經公開甄選獲聘任為高級中等下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 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者應與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任教民族教育課程至少六年 使得提出申請揭聘至非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服務 宣讀完畢 第32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33條 第33條 原住民重點學校與規定至專任教師編制員而內 以至少聘任一位具備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資格之教師為原則 宣讀完畢 第33條 照學商條文通過第34條 第34條 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至專任教師徵選 因於當年度教師均額一定比率聘任原住民各組教師 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5月24日修正至條文實習後十年內 國民小學階段至原住民重點學校聘任去原住民身份之教師比率 因不得低於學校教師員額三分之一 或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在該校學生數之比率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至原住民重點學校聘任去原住民身份之教師比率 不得低於該校教師員額百分之五 第一項教師均額一定比率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全校學生人數二分之一至原住民重點學校 其主任校長應優先聘任 領選原住民族已具主任校長資格者 第一項及前項教師主任校長職聘任或領選奔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宣度外畢 第三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各級各類學校未實施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義難教學得聘聘原住民族其老或據相關專長人士資源教學其認證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宣度外畢 第三十五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期辦理民族教育研習工作提升原住民族教育士資之專業能力 宣度完畢 第三十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原住民族教室是自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其課程學分研習時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分把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期 各級政府應提供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研習機會 增進高級裝得影響學校教職員工多元文化與原住民族教育之基本智能及專業成長 擔任足以教學知識資因通過足以能力認證 其認證本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期 宣度完畢 第三十七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五章 第五章終身教育 宣度完畢 第五章照協商教育通過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八條各級政府與學校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 因應原住民族需要結合公私立機構法人或團體 提供原住民終身學習及文化活動機會 宣度完畢 第三十八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地方政府的輔導原住民族部落或非營利之機構法人團體 設立原住民族推廣教育機構提供原住民項列教育 一、學生教育 二、各級學校補習或進修教育 三、民族技藝 特殊技能或職業訓練 四、家庭教育 五、語言文化教育 六、部落社區教育 七、人權教育 八、性別平等教育 九、其他中生教育 前向第一款及第二款教育制費用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 其他各款是需要補助之 宣度完畢 第三十九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各級政府應依據原住民族家庭之需求 訂定及落實家庭教育推動計畫 宣度完畢 第四十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六章 第六章研究評鑑獎勵 宣度完畢 第六章照協商商條文通過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各級政府得涉民族教育研究發展機構或委託相關學校學術機構團體 從事民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之實驗、研究與評鑑 研習及其他有關原住民族教育發展事項 原住民族教育之各項實驗、研究與評鑑 其規劃及執行應有多數比率之具有原住民身份代表參與 宣度完畢 第四十一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國家教育研究院所設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應負責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究制規劃及執行 並因應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學習需要 就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提供諮詢 宣度完畢 第四十二條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推動教育政策 應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原住民族 並得鼓勵補助非營利之機構法人或團體 對社會大眾進行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隻 財團法人應規劃實施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 並鼓勵其員工參與 各級政府對於從事原住民族教育工作 有卓越貢獻之學校機構團體及人員應與獎勵 宣度完畢 第四十三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四十四條本法事實施細則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援助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宣度完畢 第四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四十五條本法自公佈日實施行 第四十五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願會有意 無意 請宣度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制規定 政府因應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將為之權利 培育原住民族所需人才 以立原住民族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原住民族教育 應以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 增進民族福祉及促進族群共產為目的 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自主尊重之原則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 並優先考量原住民族歷史爭議及轉型爭議之需求 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 原住民個人及原住民族集體之教育權利應予以保障 各籍政府應在積極輔助之措施 確保原住民接受各籍各類教育之機會均等 並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 第三條本法所稱教育主管機關 在中央委教育部 在指向市為指向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在中央委原住民族委員會 在指向市為指向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原住民族是一般教育 由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原住民族是民族教育 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並會同教育主管機關為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應指定原住民族一般教育專責單位 指向市縣市教育主管機關 應指定原住民族一般教育專責單位或專人 其向指定專責單位或專人之條件 與本法實行細則定之 第四條本法用此定義如下 以原住民族教育指原住民族 之一般教育及民族教育之統稱 二民族教育指以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對原住民族學生所實施之 民族真正教育 三一般教育指千萬民族教育外 對原住民族學生所實施之 一般現成教育 四原住民族學校指以原住民族學校 除知識體系為主 一該民族教育哲學與目標實施教育之學校 五原住民重點學校指原住民學生 拿一定人數或比率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六原住民教育班 只為原住民學生教育學校 於一般學校中開設值班級 其原住民族教育師資 指於原住民族學校 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 擔任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學之實施 八部落社區教育 指提供原住民族終身學習課程 促進原住民族文化之創新 培育部落與社區發展人才及現代化公民所實施之教育 且向第五款之一定人數或比率 與本法實行細則定之 第五條 為發展及後製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因會生教育科技文化等主管機關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城計畫 並積極獎勵原住民族學術及各原住民族知識研究 且向中長城計畫至少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公告之 第六條 各級政府應鼓勵各級各類學校以原住民族語言 及適應原住民學生文化之教學方法 提供其教育需求 學校應運用警政活動及校園空間 推動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 第七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因共同障害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會 進行下列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規劃至諮詢 以原住民族教育體系而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城計畫 在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此原住民族教育相關事務跨部會協生 無其他有關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前向政策會委員組成 與原住民身份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並應兼顧族群比率 任意信任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為協調溝通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等於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向簡稱地方政府定期辦理協調匯報 第八條 直轄市及所向區域內有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重點學校之縣市 地方政府應召開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 進行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項之審議 前向審議會委員組成 據原住民身份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並應兼顧族群比率 任意信任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九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訂定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地方政府應依前向計畫 參佐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訂定教育方案 並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條 各級政府的是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 宽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本 原而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至原住民重點學校 與正德涉及於干學區年滿二十歲 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 書面同意 使得合併或停辦選校 第十一條 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 專款辦理原住民族教育 其比率和進步的少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預算 總額1.9% 並依其需求逐年成長 前項預算之徵用範圍 應以專屬原住民一般教育 原住民族 民族教育及其相關 積極輔助事項之經費違憲 原住民族教育經費 這支用範圍 編列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各級政府應鼓勵國內外組織 團體及個人捐資新助原住民族教育 第12條 內習政府以本法辦理原住民族地區 高級中等一校學校 有關民族教育之規劃及實施 應諮詢當地原住民族部落 或其他傳統組織 第2章 就學 第13條 地方政府應於原住民族地區 普上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市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提供原住民幼兒教保服務之機會 地方政府應定期辦理非原住民族地區 原住民族幼兒教育資源及需求之調查 並提供適當之教保服務 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或市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需用國有土地或建築物者 等於國有財政管理機關 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 其租金基準 按該土地與建築物 當其以防應繳納至地價稅及房屋稅15年租金 第十四條 原住民幼兒申請就讀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時有優先權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就讀公司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原住民幼兒 歷史實際需要補助其就學費用 其補助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資 為保障原住民幼兒學習其足域、歷史與文化機會及發揮部落照護精神 地方政府應輔導或補助部落、法人團體辦理社區互助士或部落互助士幼兒教保服務 地方政府辦理前項輔導或補助事項 因鼓勵與族羽實施教保服務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德士實際需要分別予以補助 學校是現時設政主管機關應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未滿二歲原住民幼兒之托育服務 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德士實際需要予以協助 第十五條 各級政府德士須要設立各級原住民族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 以立原住民學生就學並維護其文化 前向原住民族學校設立事項利益法律定制 第十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辦理原住民學生住宿 由生活輔導人員管理之 其住宿及伙食費用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便利預算權額補助 第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主動發掘原住民學生特殊潛能 並依其性向專長輔導及設計發展 前向所需輔導經費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分別 編列預算著於補助 第十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原住民學生就讀時 應對其實施民族教育 前向學校實施民族教育所需經費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 第十九條 地方政府應設立任務編組性職至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課程 教材與教學方法之研發及推廣 並協助其主管之學校 發展符合當地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 及其他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前向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所需經費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分別編列預算著於補助 第二十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族教育 得指定所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或由學校提出申請準用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實施條律式規定 辦理學校形態實驗教育 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 為推動前向教育資訊要得進行教育主管機關 許可後實施一貫制學制 第二十一條 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族教育 得指定所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或由學校提出申請辦理部分班級實驗教育 前向部分班級實驗教育資本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第二十二條 原住民族教育以政府辦理為原則 必要時並能委託原住民族 部落傳統組織或非營利之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以保障原住民學生學習權 前向委託只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應保障原住民學生入學及就學機會 必要時得採額外保障辦理 公費留學並應提供名額 保障培育原住民之人才 其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前向原住民公費留學保障名額之學門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會上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第二十四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應鼓勵大專校院設立原住民相關院所 系科學位或學位學成或專班 並得編列預算足以補助 其下原住民相關院所 系科學位學成或專班之設立標準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應每年辦理原住民學生高等教育人才需求領域調查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一調查結果 鼓勵大專校院專案調高原住民學生 外加名額比率或開設專班 第二十五條 未建立原住民學生在校就學及生活之文化支持系統 並促進族群友善校園環境 大專校院之原住民學生黨一定人數或比率者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因國立社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並指定專責人員 以輔導其生活及學業 其人數或比率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 其項所需經費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則是需要分別編列預算足以補助 第二十六條 原住民學生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者 應補助其助學金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者 應減美及學贈費 及補助減免及其他相關學校資本法 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定資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 應提供原住民學生教育獎助 並採取適當優惠措施 以輔導及就學 各大專校院應就其學責費收入 所提拨之學生就學獎助經費 優先協助清函原住民學生 第三章課程第二十七條 各級各類學校上官課程及教材 應採多元文化觀點 並納入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 以增進族群前之了解及尊重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應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一個民族之族群及文化特性 訂定民族教育課程內容 第二十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設 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辦理 其實施方式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為因應原住民學生 休息原住民族語文課程需要 應鼓勵教師 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學 第二十九條 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 以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之學生 已提供 學習原住民族語言 歷史科學及文化之機會 並等於學校地區特性與資源 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 第三十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選邊 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 應尊重各原住民族文化特性與教職體系 並辦理相關課程之教學及學習活動 原住民族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其課程發展委會之設置 其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選邊 應聘其能地原住民族或部落 據原住民身份之代表參與 前二項 前二項民族教育課程之教材選邊 依地方需要 由指插日縣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審議之 第四章師資 第31條 為保障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深來源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應協調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保留一定名額與原住民學生 並得以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及地方政府之原住民族教育 及足以師資需求 提供原住民公費生名額或是師資培育專本 其向原住民公費生取得教師證書後 應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 分發至學校服務 其足以專長英語分發任教學校之需求相符 原住民學生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公費生 公開招生或校內證選時 應取得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 實際從事足以教學工作滿四學期 且現職之足以老師足以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或代理教師進修集會 其向人員修碧師資執執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 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碧師資執教育證明書 其具有大學畢業選立 通共教師資格考試且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但最近三年內 於原住民族年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任足以老師 足以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代理教師 累計滿四學期以上表現優良 教學也是幾個得眠教育實習 依前項取得教師證書並進公開證選或併任為高級中等 以向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者 因與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任教民族教育課程至少六年 使得提出申請並建制非原住民重點學校或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 第三十三條 原住民重點學校於規定之專任教師編制員而內 以至少聘任一位具備前途第一項或第三項資格之教師為原則 第三十四條 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之專任教師占選 因於當年度教師缺額一定比率聘任原住民各組教師 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5月24日修正之條文實行後十年內 國民小學階段至原住民重點學校 拼任具原住民身份之教師比率 因不得低於學校教師編額三分之一 或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佔該校學生數值比率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至原住民重點學校 拼任具原住民身份之教師比率 不得低於該校教師編額百分之五 第一項教師缺額一定比率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校學生人數二分之一 至原住民重點學校其主任校長應優先聘任 領選原住民族已具主任校長資格者 第一項及前項教師主任校長之聘任或領選份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第三十五條 各級各類學校為實施原住民族語言 文化及異能教學得聘聘原住民族其勞 獲取相關專長人甚至資源教學 其認真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第三十六條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一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定期辦理民族教育演習工作 提升原住民族教育實質專業能力 第三十七條 原住民族教師 原住民族教育實質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以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 其課程決分研習時數及其他相關事上資本法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各級政府應提供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研習機會 資金高級中的影像學校教職員工 多元文化與原住民族教育之基本智能及專業成長 擔任足以教學之師資 應通過足以能力認證 其認證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第五章 終身教育 第38條 各級政府與學校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 應一原住民族需要結合公私立機構法人或團體 提供原住民終身學習及文化活動機會 第39條 地方政府的輔導原住民族部落或非引力之機構法人團體 順利原住民族推廣教育機構 提供原住民校列教育 一 世子教育 二 各級學校補習或進修教育 三 民族技藝特殊技能或職業訓練 四 家庭教育 五 語言文化教育 六 部落社區教育 七 人權教育 八 性別平等教育 九 其他終身教育 前向第一款及第二款教育之費用 由中央政府權額補助 其他各款式需要補助之 第40條 各級政府應依據原住民族家庭之需求 訂定及落實家庭教育推動計劃 第六章 研究評鑒獎勵 第41條 各級政府的社民族教育研究發展機構 或委託相關學校、學術機構、團體從事民族教育課程 教材與教學之實驗研究與評鑒 沿襲及其他有關原住民族教育發展事項 原住民族教育之各項實驗研究與評鑒 其規劃及執行應有多數比率之 具有原住民身份代表參與 第42條 國家教育研究院所在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應負責原住民族教育相關研究之規劃及執行 並因應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學習需要 就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提供諮詢 第43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推動教育政策 應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原住民族 並得鼓勵補助分盈列治機構法人或團體 對社會大眾進行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 政府機關公營實驗機構及政府捐助基金 累積超過50%隻財團法人 應規劃實施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 並鼓勵其員工參與 各級政府對於從事原住民族教育工作 有卓越共建制學校機構團體及人員應與獎勵 第七章 負責第44條 本法實行細則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制 第45條 本法自公布日實行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決議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黨團協商手奏之附帶決議 請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四項 一 有鑑於原住民族教育及人才培育 攸關翻轉原住民族之社會與經濟地位 並且針對原住民族社會發展所需之各領域人才進行拔尖 以及實施科學教育意為提升原住民族教育發展之必要措施 基於此 辦理原住民族教育之主管機關 應就原住民族教育研議科學教育計畫 並於針對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辦理拔尖計畫 必使完善原住民族社會發展之整體性 原此 中央教育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七條共同召開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會 進行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規劃之諮詢時 應定期研議原住民族人才拔尖及科學教育之具體措施 並提出中長程計畫 二 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就讀公司立幼兒園非營立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原住民幼兒 將是實際需要補助其就學費用 為現行籌備中之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常應缺乏補助致使無法順利開設 亦有礙於原住民族幼兒之受教權 故要求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之補助 應擴及籌備之部落法人或團體 三 有關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條 原住民族地區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原住民參與方式人數 未來應於該法之施行細則定之 四 有關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一條 培育原住民失資請研議成立原住民失資培育中心 負責培育的可行性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於附帶決議有意 無意決定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我們請高經委員樹梅 換時間兩分鐘 主席在場的所有委員同事們大家好 原住民教育法從1998年立法施行以來 一直無法有效的落實 民族教育實踐工作 部落的學校不管是教育資源 失資或者是教學的環境 普遍都是落後的情形 更別說是學生所需要的民族教育課程以及課綱 2014年實驗三法施行之後 原住民族教育在實驗三法的架構之下 找到了一個讓民族教育可以萌芽成長的立足點 2016年的8月1號 台中市和平區的伯瓦馬小學 正式成立為台灣第一所原住民的實驗小學 而後各個原鄉不同的族群間 開始極力推動民族實驗教育 從上一屆立委任期以來呢 我就固守了教育文化委員會到現在 歷經四年的時間 不管是到部落裡面走訪基層的學校 和校長老師家長學者之間的座談 回到立法院之後呢 我就立刻召集了教育部 還有園民會來協調 我們協調反應部落教育的問題 就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部落的教育工作者看到了改變的曙光 也激起了教育部還有園民會願意一起改變的決心 我常常在開會的時候鼓勵大家要有信心 我們在座的不是民族實驗教育 而是原住民的實驗教育 今天原住民教育修法三讀通過 正是我們經過無數的努力 我想再次謝謝親民黨團 國民黨團支持我做招委 也要謝謝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委員們 不分朝野你們的支持 我想的未來 我會繼續再推動原住民族學校法 讓我們一起來建構更完整的原住民族的教育體系 讓我們的孩子 讓原住民族很驕傲的很自信的 站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 謝謝大家 謝謝高經委員 下一位請料委員郭棟 院長 各位同仁 今天可以說是原住民非常大的日子 原住民族教育法在2004第一次做大修之後 經過了15年這次才有機會 所以我們要謝謝高經委員 擔任召委之後能夠極力的來推動這個修法 這次的修法最重要的就是 讓我們的民族教育的對象能夠擴大 同時呢 我們被行政支持的一個系統 促進原住民族參與 強化師資的培育 以及深化民族教育 這是這次我們修法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簡單來說 過去我們實施這個民族教育 只針對學生 只針對學校的學生 那麼這次我們擴大到全民都必須要 接受原住民相關的文化 這樣的一個教育 過去我們因為認同不足 就造成了很多族群之間不愉快的地方 希望將來都能夠被化解 那麼這次的修法呢 也明文規定的全體學校的教師也都必須要 有更多的時間來學習民族的文化 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具體的一個落實 那麼將來各級的政府呢 也要提供學習原住民的語言歷史文化的機會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擴大 這樣的一個深度 能夠讓我們台灣的社會更為成熟 能夠更為多元 最後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修法呢 讓原住民族的教育 不再依附傳統的主流教育的當中 讓我們一起來找回屬於原住民族的主導權 讓多元民族的族群文化 能夠兼容並蓄 共存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謝謝廖委員 下一位請高路移用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首先感謝大院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條文案 2016年本席主辦環權餘緣 我們要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論壇 邀請了原住民族教育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 學者及專家探討原住民族的教育現況還有未來 當時論壇的結果即是推動原住民教育法的全面修正 以達到兩個大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原住民族教育的自主權要回歸原住民族主體 第二 挹注資源並設立專責單位 以回應原住民族教育師資與教材的實際需求 原住民族教育的精神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教自己的孩子 而建構原住民文化為基底的原民教育更是刻不容緩 因此本席積極地整合各式的資源 投注在原住民實驗教育 至今使原民實驗教育遍地開花 全台已經有28所原住民實驗中小學 面對原民學生的實際困境 本席也提案減免私立大專院校原民學生的學雜費 並成功爭取到每位每學期最高4.4萬的學雜費減免 更提出原住民族專屬幼兒園的政策方向 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新的原住民族教育法不僅明文規定在地方設置專責機構 也就是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負責區內的原住民族教育課程及教材規劃 今天本席上任是本席上任三年以來 大力推動的原住民翻轉教育得以落實 我要感謝在原鄉以及都會區所有教育人員 下一個階段我們要多元發展培植高等教育人才 謝謝高陸議員委員 下一位請政委員天才 院長各位委員 二十年前本席擔任公務人員的時候 曾參與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擬定 原教法實施二十年之後 有建議台灣的社會 原住民族的社會都有重大的變遷 因此高陸議員會同本席等很多的委員 共同的提案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草案 最主要就是要前盤的檢討來應應我們原住民族社會的需要 這次的重點我認為有幾個 第一個強化了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以及原住民族教育發展的計畫 因為過去原住民族教育政策都是由教育部來主導 發展計畫也是由教育部來主導 這次是特別明定 教育部跟中央原民會也要共同的來擬定 第二個重點是 增定中央原民會 應建構原住民知識體系的中長程計畫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來發展及後子原住民族知識的體系 第三個 為了應應都市原住民幼兒教育的資源以及需求 民定應該定期的辦理來調查 來提供適當的一個教保服務 第四個是 民定原住民族教育得委託原住民族的部落 傳統組織團體來辦理 以保障原住民族學生的學習錢 這次的修法比較遺憾的就是說 在現行的條文的第25條 在我們在102年修法的時候 特別明定五年之內 也就是107年5月7號以前 應該要提供原住民重點學校的教師的一定的比例 但是沒有辦法達成 因此有這次的再修正 很可惜 謝謝 謝謝政委員 下一位請中委員嘉賓 主席 在場的委員先進 上個世紀 我們這個國家的創建者 在遙遠的南京 1946年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 有見於當時國家的廣大 人民的眾多 教育資源的匱乏 這部憲法將教育資源由國家支配 然而這個憲法真正的實施地區 台灣真正的主人 原住民族在過去超過半個世紀 所接受的教育 卻是以漢民族華人為主的教育內容 這樣的缺憾 在1997年 憲法徵教條文第十條通過之後 隨即我們在1997年 就通過了原住民族教育法 過去這21年的實踐 我們看到了原住民族教育法 的確做一個補充 讓原住民族的孩子 不只接受以華人漢文化為主的教育人 也能夠習得自己民族文化的內涵 但是經過20年的實踐之後 我們發現這是不夠的 因為作為一個台灣 一個中華民國 多元族群並存的國家 我們需要了解這個島上所有的民族 因此在經歷了去年 五場的原住民族教育論壇之後 我們的修法 充分地實現了這個精神 今後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不只是教育原住民族的孩子 也教育這個島上所有的孩子 必須互相去了解 體認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可貴 我們也看到了 在這部法令的修改當中 也同時的賦予原住民族學校法 即將要來成立 未來的原住民學校法 將會從國家的手中 取回原住民族制定課程 自辦教育 自賠私自的權利 我們期待在原住民族教育法之後 我們看到了原住民族學校法的 充分成功 我在這裡也期待著 我們這個國家是個美麗的國家 這個國家不只只有原住民族 未來海洋國家還會有眾多民族的加入 我們在這裡恭喜台灣的原住民族 拿回了教育自主權 邁向了原住民自治重要一步 我們也期待 未來各個民族 都能夠取得自己的教育自主權 在這裡 原住民族加油 中華民族加油 中華民國加油 謝謝總委員 發言會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5月28日星期二上午9時 繼續開會 進行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另外請各黨團幹部於5月27日 星期一下午1時至議場3樓 進行相關議案之協商 現在休息 在兩位も有10分的配備 主權下午1個測死 他就出了十分位 他就出了十分位 希望從頭到封邊 下午1天 下午1個月 他就出了十分位 下午1個回到封閉 下午1個月 最終不敬死 在过1個月 数日 過2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